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2019年的星座运势 要提醒巨蟹座的朋友 特别是在跟人的一些合作 或者是合伙事业上面 不要太过的信任对方 多多懂得保护自己 有时候呢 我们慢慢的再把自己的真心放进去 可能比较不会受到伤害 另外提醒巨蟹座的朋友们 在今年的健康方面 需要多多的留意就是 不要因为压力太大 而造成一些这种饮食失调 或者是失眠的情况 懂得放松的话呢 比较能有健康的身体 这边要恭喜天蟹座的朋友们 今年的财运真的是非常的旺 有很多这种我们说可以赚钱的机会 不管是自己主动的投资 可以选择到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 或者是呢 有很多亲朋好友 告诉我们赚钱的这个好机会 所以天蟹座的朋友们 在今年其实这个收入是非常的丰厚 非常的令人满意 在一些学习的场合 或者是一些朋友聚会的这个场合之间呢 我们有机会遇到这种非常聊得来 而且两个人的价值观很相近的这个对象 所以双鱼座的朋友们 可以好好把握今年的这个缘分 再来就是双鱼座的朋友们 今年在工作上面可能也是变化会比较多一点的 保持适当的弹性 好然后在接触新的工作的时候 多一些仔细 不要让老板觉得 我们总是一个出心大意的人 这样的话在职场上面 就会有非常亮眼的一个表现了